家人们我真的受不了 我受不了了 我一定要给你们来一个紧急的分享 对这期视频没有什么过多的剪辑 等我捋一下哈 就是某一天 我就收到了一个彩签 啊收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成光的彩签 然后为什么这个彩签 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用了 它太好用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更新啊 就是这个彩签 你们看就是真的平平无奇 对不对 然后它就装在一个设计吧 也不是说很高级 但是它就是 反正就是装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盒子里面 这个是成光的 这是成光的 当时我的心想 成光 不就是小学生品牌吗 就是不是说他们小学生 是小学生 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使用了一个品牌 对不对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成光啊 对不对 家人们 然后我就心想 它有什么 啊新颖的地方 我们打开一看啊 打开一看 咦 这个放反了 打开一看 诶 这个笔呢 它就像是我们之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 摁动的那种自动签 诶 它就像那个自动签一样 诶 还长挺好看的 它甚至还在这里标了一个色号 当时我就 啊 有点小心思 有点小心思 我就那么随机拿取了一个出来看 它的这个字体也很可爱 它真的很可爱 你们看 就是真的非常的可爱 就歪歪扭扭 歪歪扭扭的 这个笔杆子也很有质感 当时我就有点小心动 诶 我就小心动 嗯 值得我一试 啊 我非常的新颖 然后呢 我就一把拿出来 就端详嘛 我就发现一看 诶 这什么玩意儿啊 告诉你这个东西 这个塑料管子 大有乾坤 我现在给你们讲啊 这个塑料管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不喜欢画采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要去削 你要去 你要去 如果它是一个木头的话 它就削削削削削削 你在外面 你出去写生 你怎么办 你那些木屑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很烦这个问题 我真的很讨厌 我很讨厌很脏 然后我就 我就不带采迁出门了 但是它这个免销 免销 它意思不是说 不用销就可以用 而是你不用销那些木头屑线 当时我就大开心啊 对吧 如果你销了 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它的一大桶 采迁长短不一 如果你竖着 把它放到一个笔筒里面 很多采迁长短不一的话 它就会很难去拿取 那个短的那只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 你们能不能理解 反正就很烦 我很讨厌 然后它就解决了我的问题 它的这个小笔头啊 我凑近点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盖杆 对一下胶 它是一个盖杆啊 你打开之后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削笔 你削到的谢谢放哪里呢 它帮你储存起来 妙 高 真的高 太绝了 超级的喜欢 然后 我就把这个用盾了嘛 稍微用盾了一点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首先你们要把这个盖给打开 打开之后 你就摁出这样子 差不多的长度 差不多的长度 你就把它塞进去 它削的也很丝滑 你们看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反正就是削的也很丝滑 看到没有 它就谢谢就在里边了啊 然后我们把它盖上 晃一晃晃一晃 它就会到那个底下 当这个储存罐满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啊 给这样拔掉 哎我现在不能拔 有点有点有点太脏了 拔掉 然后这样子甩甩甩倒掉就OK了 我真的我 我当时我就说 我不管这支笔好不好用 光是这个设计 我就已经可以给满分了 这很喜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呃 姐姐给我送了 就是路言西姐姐给我送了一盒 呃 这叫什么霹雳马 霹雳马 当时我就心想 我要跟 我要给霹雳马 跟他一决高下 我真的吐了 本来我已经觉得 哎呀就这个设计 小学生玩一下 还可以对吧 然后 你知道吗 它真的可以跟霹雳马比 你们猜一下 哪个是霹雳马化的 我给你们开个闪光灯再仔细端详啊 你猜哪个是霹雳马化的 这个才是霹雳马化的 当然啊 这个颜色没有那么的好 就是因为我没有去削那个笔头 就这个笔头 顿顿的 我没有去削了 因为我不舍得 因为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很珍惜啊 这两个 而且 它不会抹到手上 它不会抹花 因为它是油性的 就是 你看我这拼命去搓 我的纸也没有黄 我的手也没有黄 然后这个也是 你看 我 我 然后我到这里 我就已经很惊喜 我真的惊喜到我的 无人次了 我真的就马上给你们拍一期视频 来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开机的那一刻 我是因为被它的震撼到了 不行 我在现场给你们去 我都不剪辑了 好不好 不剪了 我现场给你们画一个东西 我画什么呢 我画一个小香肠面包 你看它这个浓郁程度 下面垫一个硬一点的 硬一点的本子 不然的话 因为我这个桌垫有点软 你们看 就真的很浓郁 然后 就是你换颜色 你也很快 你就是 而且你还可以保护你的手 就不会受伤啊 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这个是小小的热狗 很丝滑 就是你稍微 都不用使劲 你就可以画得很丝滑 当然它有一点默默 你就这样飞开 它不会搞得到处都是的 它真的很神奇 除非你 非常非常非常用力的 去抹它 去搓它 非常非常用力的 跟搓 搓澡一样的去搓它 然后这个青菜 当然了 我没有上高光啊 因为上高光的话 后期待会再上 就是真的很丝滑 你懂吗 就是 它的这个浓郁程度 它真的是非常的渴 你看这个小小小小小 热狗就出来了 你不要说 哎呀 它太油了 会不会不好上高光啊 绝了 我都不想说话 好用的 我都不想说话 当然了 高光有一个同 就是非常之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得 非常非常轻轻的去摩擦 不然的话 这就空心 这个地方我不小心 刚刚没有电子去画 所以就有点凹进去了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就这块这样子的 你们看这个效果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然后我去看一下 它价钱 12块钱 11块9 12色 平均一块钱一只 你要什么自行车 你要什么自行车 真的被无语到 真的被震惊到 你看它这个浓郁程度 哎呀笑得有点尖了 你看它这浓郁程度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辉博家的 不是我拉彩啊 真真不是我拉彩 不是我要故意拉彩 等一下我拿一下 就是我有一盒 哎咱们就有一盒 它这个当然 它是水性的 所以它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你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这盒也是很多人推的 你看 根本就做不到人家那么浓郁 哎对焦 根本做不到 而且它有一个什么问题 它它抹多了 它会哗你知道吗 它抹多了 它会哗 而且它真的没有那么的浓郁 你们可以看到 它就有点色色的 对不对 它有点色色 但是它这个就是 画完之后就 哎我右眼看上去 就有点油油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我给你们在我的粉子上面看看吧 就是 真的我没有收他们钱啊 我没有收到他们的钱 如果我收了他们的钱 去讲这件事情 我倒立吃屎好吧 就是很漂亮 就是 哎不剪了好吧 我就自己调高了 就是真的是 你看这个浓郁程度 它不掉 真的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这个彩纤 我为什么现在我才 就是你看 它就是亮亮的油油的 看到没有 亮亮的油油的 我为什么现在我才 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然后霹雳玛 来霹雳玛 红色好吧 红色 换一张比较大一点的纸 这样纸不行 你们换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纸 也是我的不知道 哪来的废纸啊 不好意思 有点买台 霹雳玛红色 看到没 霹雳玛确实很好 确实非常的好 但是它很贵啊 对不对 我们拉近点 我给你们拉近点看啊 这是霹雳玛 对不对 然后我给你们 看一下它的红色 你要什么自行车 你要什么自行车啊 它就是真的很浓郁 我真的哭死 真的好好用 为什么现在我才发现它 为什么不让我 早点发现它 所以说这个视频 我都不想怎么剪了 我就给你们加个字幕 调整一下那个光 我就给你们发出来了 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我给你们介绍 这种好东西吧 我也没钱 我也吃不到点好处 但是我就是想 让这种这么好的东西 早点造福一下人类 好吗 就是真的早点造福一下人类 很爱 很爱 OK 我的分享都到这里了 让的感情动地 我心里学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就看个乐子就好了 拜拜 拜拜 我是52 继续评论 拜拜 希望你们画得开心 都能够挖掘到这么好的东西 拜拜 就 谢谢观看